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你去谈吧 柠檬龙很高冷的 但是他其实心里有特别丰富的情感 柠檬龙特别逗 像有一场我跟沐云在一个山洞里面 他站得特别委屈地在等着我 我那个时候身体就是在剧情里面身体是不好的 威逼加利诱 把他拿了一把剑 只是他 我和你哥哥你选谁 你爱我还是他 兄弟情 我也跟导演聊了 因为关小彤和云蒙龙他们俩 在剧里面感激起也很多 云龙跟小彤的情感性会更多一些 叶雅西 就关小彤饰演的角色 她是我的女人 就我才在跟云蒙龙天天谈起说 所以 燕峰是觉得沐云抢走了叶雅西是吗 所以我就问导演 我说为什么我在打 他妈在谈恋爱 然后导演就没有回答我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吐槽一下 不过还好 所有结局是好 因为小彤他年龄很小 胆子特别小 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都会在山里 还有很多小虫子 当要吓他的时候 他就会做他一个特别经典的动作 学我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 就是他会捂住耳朵 然后尖叫蹲下 这我从里面我要回家 很好玩 很可爱 之前吊个牙的时候受伤吧 当时算是严重吧 影响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动作做不了了 但是让我有了一个特别难忘的经历 就是我要坐在轨道上走路 坐在椅子上让你表演出走路的状态都很难 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走过路了 我早都忘了走路的感觉了 然后我一开始走路呢 就是坐在轨道上 他们推着那个 我要演出上半身走路的状态特别难 就很像机器人 云龙特别逗 他经常就会逗我 因为他来逗我的话 我就不能追着他打 所以就经常喜欢来逗我 然后我就会吓唬他 我说我买了气弹枪 然后明天我一定会报复你 因为我们拍摄的地方都很热嘛 因为我经常穿着戴裤衩 在拍摄休息的过程中 他就把李三藤外送的衣服全部都脱掉 就只穿着戴裤衩 或者就把下边的那个水裤脱了 然后就这样抢着腿上坐在这儿 云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坐在那里就散发了可爱的贵族气质 很招人喜欢 云龙还有小童 我都是特别优秀的演员 也是特别可爱的人 人 周迅啊 变态杀人狂 这种角色会特别有挑战的 然后你看我讲的人畜无害 如果演一个变态杀人狂的话 应该反差挺大的 带给大家一个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